嗨!又來到我佩山Studio 今次我們說了 今次我們說了Tyson Yoshi的新歌 也是按LIKE 希望你們可以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Tyson Yoshi最近出了一首新歌 叫做 你不會一輩子的愛上我 看歌名就像一首情歌 雖然他其實也是一首情歌 不過對象就是寫給曾經喜歡過他的粉絲 這裡就說 Tyson Yoshi由2018年出到今天 就差不多經過五個年頭 他本身是地下歌手 到現在很多香港人都認識他 雖然他人氣逐漸增長 粉絲人數當然都不停增加 但是他發現 有些舊日熟悉的面孔 就好像不見了 所以啟發到他寫這首歌出來 可能跟之前的粉絲說 他其實也記得大家 也希望大家也會留意他 他也說這首歌 正如每段感情一樣 也有人會上車 中途也有人會下車 其實人生路也是一樣 你遇到的人 有些人陪伴你一段時間 他就會離開你 有些人就是重新認識 而Tyson Yoshi也說回 他當年地下的音樂世界 也跟一些歌迷相熟 即是經常出現的面孔 但是隨著他的知名度增加 這些曾經支持過他的粉絲 就見不到 不見了 覺得這件事跟分手是一樣的 所以我想他創作這首歌出來 就是想跟當日的粉絲 表達他的心聲 他也說自己很重視每一位歌迷 但是也說明白人生 有時有聚有散 這是成長必經的階段 如果我是他曾經的歌迷 聽到他這首歌的話 我應該會重新開始留意這個歌手 而且我覺得他這樣創作這首歌出來 其實也真的很有誠意 以我所知 其實也很少歌手會特意為粉絲 也說得這麼明白 我這首歌就是為了一群 舊時的粉絲去創作的一首歌出來 對象是非常明確的 就算可能有些歌手是 原意這首歌也是給粉絲 但是歌詞也可以有不同的層次 不同的意義去表達這首歌 就是可能不同人聽到這首歌 也有不同的意思 但是Tyson Yoshi這首歌 我覺得就是目標非常明確 我就是跟我舊有的粉絲去說我的心聲 這樣的一首歌 所以我覺得這個舉動是非常窩心的 而且如果我是他舊日的粉絲 我覺得他這首歌是玩得回我的心的 就是我會重新去可能留意這個人 看看這個人現在的動向是怎樣 至少 Tyson Yoshi也說明白 部分歌迷對他的興趣可能會逐漸減退 正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說有些人編號和習慣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而所有的經歷都會變成生命裡 一個非常重要的回憶 亦都想透過這首歌和歌迷之間 有一個共同回憶 說就算之後是聚還是生也好 都慶幸大家曾經有相遇過這樣說 今次就跟你說到這裡 希望你給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記得按個小鈴鐺 拜拜